字幕提供 第三名的话 教学文还有旅游文美食文 这里面的你认同的是什么 什么叫做整理文 有点看不懂 整理文它其实是方便 网友去马上找到他要的东西 举例举例 比如说可能有一个人 他写了台北美食100家 当我网友进来的时候 我就可以很快找到 这100家的那个 然后他就点过去 所以整理文之所以有威力 是因为他可以很快速的 帮部落格增加人气 因为我们在搜寻的时候 他可能会说台北必吃餐厅 他可能就会收到你的文章 然后他一到你的文章 他发现你都已经整理得很详细 他就觉得这个格组非常贴心 他就可能明天也会来 后天也会来 他只要一想到台北 有什么好吃的餐厅 他就会来 所以他其实第一名是因为 格组需要去做一个很详细的分类跟整理 可是以这个为案例的话 这是什么 免费影音播放软体 这也是一个整理文吗 可以稍微讲解一下吗 因为很多人在网路上面找教学文 他可能想要 他可能下载了一部影片 然后他放不出来 所以他就必须去网路上找资源 他就会找说 有什么 他又不可能付钱 所以他就去找免费的影音播放器 他一早就找到这篇文章 然后这篇文章都已经把它整理出来 有十个就是免费的播放器 所以这个 以格组不用做什么事情 他每一天都会有流量进来 所以这也是他吸引人气的一个 petboard所在 对不对 难怪整理文会这么夯 因为它上面直接分门别类 就告诉你需要的所有资讯 还给你比较 对不对 不过接下来 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案例 我们看到 哇 就是美女 刚刚说到美女是排名第二名的 大家都喜欢看美女 而且真的是百看不厌 佩丽你的经验是这样子吗 美女文为什么落在第二名 不是第一名 我很好奇 对啊 为什么 美女文大家都爱看吗 唱歌 美女文有一个缺点 那个缺点就是 最翁之一不再久 怎么说 男生来看 他不是要看那个产品 也不是看影片 他就是要看你这个人 对 好 那如果你穿少一点 你可能小肉一点的话 那个人气也是暴涨 也对 但是他其实厂商 这些人气都是有点虚的 虚的 因为他就是来看美女的 他并不是会去真正的深入 去看你的文章 去看你的产品等等的 好 我有问题了 刚刚唱歌说 他不会深入看你的文章 也不会看产品 对 美女文呢 他主要的架构 里面的一个组成分子是什么 就只有美女照片吗 当然是有一些文章 是真的是在介绍美女的 那一种我觉得是美女文 可是我觉得我这一种是 那个美妆文 美妆文 我们是美妆穿搭 只是刚好示范的人很美 对 只是刚好就是写文章的人 可能本身条件就是比较优越 其实在不管任何一个工作 其实基本上都是这样 比较容易就被人家注意到了 然后你去介绍一些商品 就比较有说服力 所以这也是就吸引大家第一目光的一个 对 当然啊 可是也不能当花瓶啊 对不对 文章还是要有内涵 好 说到文章还是要有内涵 接下来这个就是内涵了 可以来继续看到的是 就是刚才谢敬燕嘛 对不对 这一个叫什么文啊 仿装文 仿装文 因为它就是可以结合 刚好结合时事 就像例如现在电影啊 大恩小传嘛 然后我就画个大恩小传女主角 然后甄嬛传红了 那我就画个甄嬛传的妆 然后像什么成岩西装那些的 对 就像谁红我就画成谁的那个妆容 这是一般网友喜欢看的一些 新奇好玩的东西 然后刚刚好也可以就是教大家说 哇 因为很多人想要变成谢敬燕 你就刚好顺便可以教他 怎么画那个妆容 对 好 说到现在 时事红真的是很重要 对不对 这时事的部分你又怎么来结合 你要去怎么选择说 这个时事可能会引起共鸣 可是另外一个时事 可能效果就不是这么好 怎么选呢 对 因为基本上的话 还是要看针对自己 你可以分享出来的文章内容是什么 然后例如说像是那个 犀利人气红的时候 对 大家都知道小三这个名词 所以你在你的标题上呢 就惊悚的下了小三这个标题 然后大家就会去注意点到这个文章 然后那你的内容就要写些 就是可能关于感情啊 或者是你的自身经验 然后就让大家去对你这个人 有点印象 对 就你整个人融入进去对不对 融入进去 这个就是所谓的小三庄吗 小三这个不是 这其实是结合一支广告 就是那个广告的内容 就是我突然间在电视里看到我男朋友劈腿了 然后我就把那个小三结合进去里面 就是男朋友就小三了 然后用这个标题 结果也可以吸引到很多人流浪 有点像是骗人 标题很厉害对不对 人家标题够沙搭就点进来了 就像新闻一样 不过我们可以知道除了标题 还有一些就实际里面有教你在化妆的部分嘛 对不对 好像跟网友互动的这部分 是不是特别能够引起他们的共鸣 对 主要就是要把网友就像是自己的朋友一样 然后可是也许你没有这么多时间 可以直接去每天回复网友的留言 这个时候呢 你就可以有时候拉一个网友的问题 例如说他想要问你说什么 我现在很喜欢隋唐 就是你可以教我画隋唐的眼妆吗 你就把他这个拿来做你下一篇的 就是主要的那个问题 通常会有什么样的效果 就是大家网友就会觉得说 哇 你都在看我们的文章耶 你都看我们的留言 然后你还会回应我们 然后还会回答我们的问题 然后他们就会觉得 你好像像是他们的朋友一样 就会整个建立起朋友的关系 有时候就是在捷运上 素颜都还可以被认出来 真的 哇 自己人气真的还蛮高的 就是一些朋友的感觉 好 不过刚才这个佩迪也稍微讲了一下 她的一些仿妆纹啊 还有一个所谓的美女纹啊 不过唱歌 你自己最常写的是哪一种文章 我啊 美妆纹啊 美妆 你现在那个话给我看 没有 我只有教学文吧 教学文 你都教哪一方面了 老师 教网路啊 教部落格啊 但是教行销 对啊 就是其实我其实手背范围很广啊 就是我想要多尝试不同的写作的方向 因为我旅游也写 亲子也写 美食也写 你吃很开耶 对啊 什么都写 我就说我是要去创造人生的多元嘛 对啊 所以我才会要去经历一些事情 我觉得那个对人生的经验是很棒的 那你对你来讲 你觉得哪个真的是 如果我们今天说到嘛 宅在家里都可以一年赚百万啊 你觉得哪一个部分对你来说的话 真的是有赚头的 赚钱方法很多啦 第一个是如果你网路有 网站有人气的话 你其实那个Google广告就可以有收入了 因为只要有人气有流浪 有人会去点你的广告你就有收入 那再来就是很多人看 你就在网路上面有影响力 有影响力你就可以帮厂商代言 所以就会有一些广告文的邀约 那广告文刚才Perry有讲 美妆文就一篇可能六万八万的都有 那基本上你一个月接两篇三篇 你就很好了嘛 对不对 对啊 一个月两三篇就很够了 对 就很好了 就很棒的生活了 你自己最喜欢的啦 选一种出来就好了 教学吗 美妆文 真的吗 没有啦 我没办法 我的条件不够啊 唱歌比较有名的是 他会教人家变成部落客 就像我们这些都算是他的学生 他会常常去分享他的经验 就觉得你们可以怎么样写 怎么样写 然后跟厂商怎么应对 这是他的专程 我是在背后默默推他们 因为他们走得越前面 因为你就是那一只推手啊 对 我就可以跟在后面 吃他们剩下的 所以就尽量去帮他们 好 不过刚刚他们也分享了 其实自己为什么会成名 而且这个文章要怎么写 刚刚这个佩莉也说了 你可能要结合时事嘛 你的标题要够耸动 吸引人家来看 最重要的是你要有理质 你真的是要有一些功夫的 像刚刚教人家化妆的部分 就真的是还蛮明显的 但接下来错误千万不要犯了 唱歌赶快跟我们来介绍一下 你如果经营一个部落格 你想要成功的话 有哪些错误是不可以犯的 很多 我先挑一点 就是最好不要说人家坏话 不要说人家坏话 因为这个圈子很小 你说人家坏话 不管是厂商还是其他部落客 他们其实都互相认识 你一说出坏话其实你自己的就 名声就毁掉了 你名声毁了 其实很多厂商就不想找你了 因为厂商可能产品不好 他说你拿去吃 结果你写不好吃 那不是我给你吃 然后你还说我坏话吗 所以其实我觉得坏话的艺术在于说 你就说得保守一点 可能或许个人口感不那么推荐 类似这样子的 真的这我这一套 但是你不要去真的很直白地批评人家 对不对 我觉得在网络上是很白目的行为 对 好 除了坏话之外的话 上面我们还有好几点 佩玲你觉得呢 就你来说的话 哪些错误真的是要提醒 如果真的要成为部落客的人 不要烦 我觉得其实要当部落客 你自己要把自己当成一个品牌在经营 你的各方面的形象都是非常重要的 我覺得很厲害就是像是你的誠信度 就像廠商有時候會新品嘛 就直接給你用 美白蛋斑精華 然後就是叫你就是七天內要寫文章 七天內能擦出什麼效果 對 那怎麼辦 然後就是會有一些部落客就會作假 就把那個妝前 妝前然後多弄幾個斑啊 然後妝後多修一點啊 你說用鉛筆還是什麼原子壁的吧 就是用眉筆就可以了 然後就等於是你作假 然後寫了 為了寫了這一個 然後趕廠商的進度 新品發表 就說喔 真的很有效 可是這其實網友都知道 所以呢 就是你的照片只要貼上去 就是它日期了嘛 這樣被抓包很丟臉 然後你的粉絲可能之後就不會喜歡臉 那萬一那種真的需要很久時間才會有效果 這種產品你怎麼寫 這種的話我會跟廠商說 我們可以今天先示範就是這個包裝 從外包裝開始介紹 然後它的質地是如何 如果要效果的話 我們可能要半個月後 再幫你開一篇文 比較文 就等於說你現在要感性 對 預告說半個月之後 趕快再來看我的文章對不對 對 半個月之後再公告那個成效 現在就先介紹而已 好 不過身為一個 這個比較知名的部落客的部分 你需要有哪些撇步 需要提供給大家說 在自保的部分怎麼來自保 我有些東西可能 要寫得比較保守一點 或者是我有哪些原則要把持一下 對 就像剛剛說的那個 就是不要說壞話嘛 這我其實就還滿擅長的 因為像我時候收到一些產品 真的不是這麼的好用的感覺 例如說像是一些粉底 就是比較遮瑕力不夠 像我們就不會直接寫 這遮瑕力不夠 我們就會寫說 這妝感很薄透 如果妳有一些斑斑點點 妳可能還要再加強遮瑕喔 就是這樣子寫 所以